宾城乔治市日落洞一家知名的番茄饭老档口 今天早上遭遇了火魔光顾 火势相当的猛烈 还蔓延到了隔壁的空置档口 所幸正在准备开档的两名员工及时逃生 火灾发生在今早10点37分 萧整局接获投报之后 立刻派人赶到了位于祖务区的档口来灌旧 但是一度遇上了交通和停车的问题 但是最终有惊无险 成功的在上午11点47分扑灭火势 但是档口70%的面积都已经被烧毁 目前起火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番茄饭档口的老板 莫哈莫塔朱拉鲁斯就相信 火灾是电线短路所引起的 由于他最近才为档口新添置了一些器具 预料损失超过30万令吉 名积都已经破裂了一些器具 也已经被强调出了一些器具 为了一般的担长 也已经被人建立了一个器具 后排出了一个器具 可以帮助到一般的器具